農曆七月有四大祭 四大就是基隆的這個鬼門開 另外還有屏東恆春 以及宜蘭頭城的春宮 還有一個大家聚焦的 就是在嘉義民雄的大士爺祭 可是你可能會問說 大士爺是誰呢 大士爺其實就是鬼王 也就是我們在祭拜好兄弟的時候 你得要先祭拜的這個葡董宮 不要來問一下學偉了 聽說這個大士爺很玄奇 他一年當中出現三岸 這個大士爺以前 在嘉義民雄這個地方 最早人家在傳說就是怎樣 有座無俗 就是沒有廟室 沒有廟祠對不對 有祭拜可是沒有廟祠對不對 有廟廟 有廟無雄 就是有廟之後還是沒有神像 所以他很神奇 一直到2005年才開始有 有開光 有神像 開始坐鎮在那個 民雄大士爺廟裡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個大士爺 剛才新童講了說 他農曆的七月 二一 二二 二三 三天有沒有 其實在嘉義民雄這個地方 當初他們就是為了要普渡這些東西 為什麼 當初流傳在乾隆年間 是 張全的蟹鬥有沒有 那個死張很多人 全台灣那時候蟹鬥是不是很多 什麼遊應公 道門公 很多 就是因為當初蟹鬥 死了很多的壯丁對不對 所以每年的這個在大士爺 這個普渡的時候 就弄了一個大士爺的指向 在這邊作證 大家說普渡對不對 就是維持孤魂野鬼的那個秩序 那普渡完之後 這個大士爺神像就一起火化 火化要幹什麼 就是希望說把這些好兄弟 順利又把他帶回去這樣 大士爺廟為什麼在 明雄這個地方很熱鬧 尤其看完我們節目 明天還可以 他們有個採接祈福 落盡活動 你可以坐火車去 因為明雄有火車 以前都鼓勵人家說 你坐火車去 因為人死在太多了 躲到什麼地步 你看這個 這密密麻麻的 對啊 這個幾乎人擠人 對不對 所以以前人家就講說 老一輩的人講說 叫做黑人換人 不是說黑到人可以換人 不是啦 就是說尤其那個人很多 所以有些小女生有沒有 女孩子 像心童這種美女 不小心如果在擠的過程中 被人家碰到胸部 或者臀部 或者身體的話 他就會給你一個白眼 你會親牙掌對不對 所以你的銀就是 給你掙的意思對不對 對 不可以說黑人 會換到白眼 當然就是換銀 因為銀也是白色的 所以接下來你看 而且我剛才講說 他鼓勵人家坐火車去 可是有一年就在日治時代 那火車 因為以前人太多 所以當大師爺記的時候 就有加班車在開 那開的時候 可是有一年 他日本人就覺得說 不行 你這是台灣的民俗 台灣的宗教活動在這邊 如果越搞越大的話 日本人不鼓勵 所以鐵道局就講說 算了 那我們就不要 今年就不要開加班車 不要載太多人去 可是那一年就很奇怪 兩列火車竟然就對撞 你知道嗎 在同一個鐵軌上面 這樣走 竟然就在對撞 就在民俗那個地方就對撞 對撞之後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打擾了 揮一下燒龍 但是死傷不知道多嚴重 竟然去查了之後 車上只有幾個人擦傷而已 而且更誇張的是 兩個司機員下來 要調查 開到燒龍對不對 後來兩個司機員分別 表示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他說當時 看到有一個青面療牙 頭長腳對不對 手拿令旗的人 突然間衝出來 一迅雷不解驗的速度 把那個轉側器把它移開這樣 所以這個才插撞 對撞的時候才沒有那麼大的力道 你知道嗎 奇怪 換就相撞不得了 對 這個時候沒得不得了 哪有一個人 青面療牙 頭長腳拿令旗的人 後來看 這不就是大勢爺的形象嗎 所以原來大勢爺是暗中 在這邊保護著他們 那好 更誇張的是 你今天走到大勢爺廟 你就看見那個上面的橫樑上 進來一個二戰時候的 砲彈的一個碎片在這個地方 就看在那個橫樑上面 是喔 後來人家講說 這個是有律師考據的 1945年的2月14號那一天 美軍在投射炸彈 就投射在冥雄這個地方 因為冥雄那個時候 有個冥雄放送所 放送所 就是那個放送 就是來的時候 看喔 警包去搖 趕快 趕快去美的香港湖 裡面 香港湖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是把你這個炸掉這樣 炸的時候對不對 那個後來很多民眾就看到 當那個炮彈落在那個 大勢爺廟前面的時候 竟然那個炮彈就有一個黑影人 衝出來用那個100 就把那個炮彈 全部都掃開 那碎片掃開 可是其中有一個碎片 就飛進來 因為那時候廟裡面 很多人在躲空襲對不對 可是這個碎片一飛進來 就插到那個橫樑上 否則這個造成很多裡面 躲在裡面的人 不知道什麼多大的傷亡 那人家就講說這個黑影 應該就是大勢爺又顯露 這一個大勢爺抓鬼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因為他是鬼王 但是另外還有一尊 人家說是 而且是 的克星是誰呢 廣澤尊王 廣澤尊王 大家都說他出孫的時候很衝 而且他抓到鬼 還會把鬼下油鍋 齊鵬老師 真的喔 是 我們先講一下 廣澤尊王在歷史上真有其人 他是五代後堂福建的一名木童 那他因為家裡很窮 所以經常會替父母去放羊來分攤家計 不過沒有多久他的父親過世 那因為家裡沒錢 沒辦法幫他父親找一個墓地來下葬 所以他放羊時都會掉眼淚 於是一位堪語師看到之後 非常憐憫他的孝心 特別協助他的母親 把他父親骨灰 葬在那個羊家的羊圈裡面 原來這個地方是一個很有名的 封水寶地叫做羊棚蜈公穴 那可能是受到這個封水寶地的庇佑 所以這個木童叫郭忠福 他年紀輕輕16歲就得到身仙 那據說在成仙的時候 他的母親很捨不得 硬是拉了他的左腿 結果後來我們可以看到 廣澤尊王的神像 都是左腿下垂 右腿盤起 有沒有 這邊是盤腳的 但是這個腳是垂下來的 對 就是這樣 那也因為廣澤尊王 年紀輕輕就得到身仙 所以他既餓如仇 哪裡有妖魔鬼怪 就往哪裡去 所以被人家稱為是 那個魔神阿克星 那在1962年的台南就發生 這麼一起抓鬼事件 那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當時台南運河 在舉辦龍舟大賽 那這個龍舟大賽的隊伍裡面 有一隊是煙花女子所組成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這些煙花女子會划龍舟嗎 所以大家就在旁邊圍觀 對 結果有一艘廢棄的小船 上面就擠滿了人 可能是因為太過 那個人太多了 對 沉重太過負荷 結果這一艘小船翻覆 結果在船上的22人當場罹難 說也奇怪 這起淹水事件之後 結果這個地方不斷的有人跳水 那因此有人就在講說 是不是這邊淹死的人 在那邊抓狗體這樣 所以後來當地的商會 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於是就請來台南西羅宮的 廣澤尊王前來抓水鬼 渡化 所以當時這場儀式辦得很盛大 台南市政府還貼公告 有沒有當時的報紙上面都有寫 對不對 這是當時的報紙 是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過後 果然這個地方就比較沒有 所謂的投水致敬的事件發生了 不過靈驗的不是只有台南西羅宮 在高雄通安宮這邊 也有一間廣澤尊王非常靈驗 而且他很特別 他在出巡遇到拍咪亞的時候 都會翻白眼市井 神像會翻白眼 直接翻白眼給你看 而且他還會橫衝直撞 直接抓鬼收藥還會炸油鍋 那講到這個廣澤尊王 就要講到當地發生的一起案件 很有名 那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當地有一間宮廟 七府千歲的廟宮 那有一天晚上突然做了夢 夢到自己的廟裡 被一個鬼王佔據 那他佔住千歲的香火來修行 而且還派小鬼來追殺這個七府千歲 而且這個夢境的最後是這個鬼王瞪他一眼 好像就在警告他 你要好好為我辦事喔 那醒來之後 不知道自己做的這個夢是真是假 所以就找道士跟李市長 來去討論這件事 結果道士跟李市長一聽完 大吃一驚 因為他們做了相同的夢 所以也就代表這真有其事 那問題是他們總不能 總不可能去侍奉鬼王嘛 所以他們後來就到天宮廟 去請示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指示說 七府千歲逃往西北方 所以他們 而且這個七府千歲 後來被一個殷阿森保護住 收留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尋現 一路來到這個廣澤尊王 原來玉皇大帝口中的殷阿森 就是廣澤尊王 所以後來這個七府千歲的 跡身降價說 我一路從東南逃往西北 沿路神明沒有一個敢收留 就只有這個禁主廣澤尊王敢收留我 而且他還對那些追來的小鬼嗆聲說 李皇大帝把你們買進來 你們買賭給你死 你看真的是很大膽 很衝對不對 所以後來七府千歲就指示說 我在這邊等你們找到我了 接下來該怎麼做 你們就請示廣澤尊王好了 所以後來這三人就請示廣澤尊王 廣澤尊王決定出手相助來 抓鬼收邀把廟搶回來 所以幾天之後 廣澤尊王跟七府千歲的嵐教 一路來到原本的廟前 結果才到廟前 廣澤尊王的嵐教就突然不受控制 直接把廟的那個欄杆撞到 然後到裡面去橫衝直撞 把人家東西弄得亂七八糟 那那些嵐教的信徒 台嵐教的信徒就怕 怕說 你把人家的廟弄壞了 到時候要賠怎麼辦 使命的要拉都拉不住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廣澤尊王突然下了指示說 把土甲押起來 撞壞人家東西好好挖地 對... 結果所有的信徒面面相去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板是大理石地板 你一敲掉的話那是幾十萬 你到人家家裡破壞也就算了 還把人家地板挖起來 是像話嗎 所以大家都不敢動手 只見這個時候 廣澤尊王的基身狠狠 扒了廟弓跟理事長一巴掌 飆國罵 然後大怒說 叫你們亂就亂 不然你是要等我 老大專社才來亂 結果這一話說完了之後 所有的信徒都怕了 因為廣澤尊王生氣了 趕緊拿基具來挖 結果地板才挖起來 就發現底下一副完整的白骨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欺負千歲原本沒有動靜 突然就直接卵叫動了起來 衝上前來 往這個白骨的肋骨壓下去 結果硬身碎掉 結果事後廣澤尊王 才又指示信徒說 來 把這些白骨的碎片 還有廟裡的神像 通通用紅布給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帶到海邊的沙灘 起油鍋給它燒毀 也就是要把那些惡鬼 讓他永世不得操生就對了 所以事後這個欺負千歲 非常感激廣澤尊王 還包了一個500萬的大紅包 在廣澤尊王落盡時 都會派兵來助威 而這件事情 也讓當地的信徒津津津樂道 讓廣澤尊王的神蹟再添一樁 聽從想要邀請您一起加入YouTube會員 每個月只要兩到三杯手搖引的價格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專屬會員 擁有專屬與你的徽章 同時你還可以觀賞到 我們為你做的獨家影片 歡迎一起來加入 支持我們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影片